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比方说 死人我们这里几百个人念诵没有诊证言 其他的很多的人还是没有参加念诵 但是有的呢就是自己没有参加这个念诵 但是他学习这个功能 那有的呢就是这个觉得这是浪费事件 好像没有意思了 有的有人也会想这样的 那有的呢就是迷迷糊糊的 他就这个也不说好也不说坏 是不是 你做你的事我不管你的事情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是从整个这个宇宙里说起来的话 这个宇宙并不是是我的 也不是是你的 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宇宙 是不是 所以这个宇宙是我们工业所造出来的 所以那在更多的人做善的事业 做好的事业 更多的人发附近性发自明性 这样的话呢 他们呢就是不断地增长他的物件资料 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工业所形成的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 所以呢更多的人念诵的话 那就是他的影响力更大 那少量的那也是他相对心理 他也能够得到这个盘大的这种帮助 能够得到的 因为什么呢 他死人是在这里几百个人念诵的 但是他们每一天都在这个念诵的过程当中发愿发附近心 愿一切终生民国得到欢喜 愿一切终生民国民苦得乐 愿一切终生都是民国在这个幸福 有这样的这种 对一切终生的这样一个大自大自的这个慈悲性 发起来的缘故 所以呢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是这个民国影响到其他的众生的这个业里面 这个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共同的那个世界 所以我们所需的这个功德回向着这个世界呢 那同样也是能够得到这个更多的众生的利益 感应是正是有的 那比方说以前朱尔木齐 朱尔木齐他在这个道世界各个地方去念诵六次证言的时候 那有的人这个病痛非常严重的 但是他后参加底子玛尼法会以后 他就这个病好转 有的人就是全部是病毒好的也有 那以前朱尔木齐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他讲过一次呢有一个老人他是在这个 两只眼睛这个被瞎了没有了 后来他就没有两个眼睛的时候他就这个显然是他的工作少了 他没有什么可做的 那这样子呢他拼命的要念诵六次证言 他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部分的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念六次证言 最后那个蒙人呢最后这个就眼睛就能够看得到的 所以这些都是荣不及亲自见过的 以前荣不及他说过 这个人的名字现在我记不清了 荣不及连这个人的名字都说出来了 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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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方的 对有一个老人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都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那比方说现在这些地方很多都是万一是希望将来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能够解答出来 比方说前面那个诸葛伦伯就说的嘛 比如说他住的那个山洞里面呢 每天能听到这个敲这个灵的这个声音 那每天他能听到这个吹法罗的这个声音 那我这以前拿去的时候 我也是在这个死路一个山洞里面做的时候呢 那就是每天晚上都是这个山洞里面 好像呢几百个人一去念诵的这种 念诵诵经的这样一个声音听到了 所以这些都是 现在从我们信佛的人来讲起来的话 那当然是这是一个圣地的永福通信 在那个地方修法听到这些声音 但是这个不信佛的人来说起来的话 一定发达的时候也宁果我们大家都这个信佛可负的宁果 得到很多的这种答案宁果出现的 但是现在比方说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 我们主要依靠就是这个佛的经典有为主的 所以佛怎么讲的就是这个是用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准则去做的 所以但是这个不相信的人来说起来的话 就是对他来说是起不了作用的 所以应该有这些方面是将来那么可能有一些比较更轻辱的一些答案会出现的 你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这些能够的就是这样子啊 他就跟着看来说 中文字幕——YK